今天科学家也发现了 也明白了 物质现象没有 物质现象佛在经上书 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为之为 这不能再小了 不能再分了 再分就没有了 空的了 这个极为之为 居然被科学家找到了 佛经上讲 极为之为 连阿罗汉皮之佛都不知道 谁知道 八地以上 八地以上才能够见到阿雷 科学怎么能把它找出来 但是找出来 我们也不感觉的奇怪 佛在经上讲过 他说 意识的能量 能力 就是第六意识 就是第六意识 八个识里头 第六意识的能 所缘的能力最大 五十一个线索全向引 佛说 他对外能源到宇宙的边缘 能源法界虚空界 对内能源到阿雷耶 就是缘不到自己 为什么 因为自信没有现象 科学跟哲学 都得要有对象 他才能发现 阿雷耶有相 所以他有能力发现 自信没有现象 自信 要怎样源得到呢 放下 其心动念 分别执着 你就见到了 科学家没发现 所以佛在经上 有这一句话 那么科学今天 达到极限了 但是他还没圆满 物质讲清楚了 这是假的 极为之为 枯下的名词 叫微中子 就是佛法家的极为之为 这个极为之为再分呢 就没有了 再分是什么东西呢 是念头的波动现象 这就证明了 色有心色 那是念头波动现象 产生的物质混乱 这个发现了不得了 发现的时候 把整个科学史要改观 因为他是科学的时候 这四百多年来 科学最大的错误 就是二分法 科学把物理 心理对立了 分作两分 他这个不行 物理跟心理是一 不是二 而且呢 物是从心生 所以心可以控制物 心可以改变物 那么最近这三十年来 许许多多年轻的新一代的科学家 就找这个证据 要用证据来支持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被全世界科学家公认了 我们的世界改观了 头一个 头一个就是身体的治疗 疾病的治疗 我们身体是物质 如果先能控制物质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医药 不需要打针了 就能把我们身体 带着病毒的细胞 恢复正常 就这么个道理 他们现在找了几千个案件 成就相当口感 找哪些人 找那些得重病患的人 医院宣布 没法子治了 存活的期间 只有一两个月了 找这些人 这些人当中有 有一些 放弃治疗之后 两三个月之后 自然好了 再去检查 病都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多半这些人 都是新疆宗教的人 听到医生 宣告他的死心 他已经绝望了 天天 他就不想他的身体 不想他的病 天天祈祷 想上帝 带他到天堂去 他就这么一个念头了 其他念头没有了 不想身体了 也不想病了 也不想病了 只想上帝 带他到天堂去 过了两三个月 没什么大毛病 再检查没有了 这就是念头 把他治好 所以有病 不要想身体 不要想病好 也不要想病好 完全不理他 就能恢复正常 把那个念头 转向另外一个 一个对象 你想这个念佛的人 你把你的心 完全想阿弥陀佛 不想身体 也不想病 根本不必 都不想 只想阿弥陀佛 如果你还有寿命 你的病一定会好 如果你寿命刚刚到了 那就没法子了 那延长寿命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那不是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里头 还要加个方法 为众生佛 那延长寿命 我的寿命是到了 我还借这个身体 为一切众生来奉务 真要发大菩提心 正法救助 红法利身 这个感应太快了 我还借了 我还要带我 你 可是我还要带我 我还要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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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